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哲学家往往是宏观的 定性的 从本质上看问题的 历史学家往往是具体的 具体的 非抽象的 分阶段的 看问题的 但是这两者也是可以转化的 哲学家在勾造他自己的很伟大的哲学黄国的时候 思想黄国的时候 他总感到历史学给他一个坚实的基础 而历史学家在进行人类发展的 命运的思考的时候 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哲学 所以汤英比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早年的汤英比是个历史学家 他研究的是个文明的进步问题 他思考的是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文明都消灭了 只有二十几座文明发展 原因何在 作何理解 但是晚年的汤英比 他更像一个思想家 更像一个哲学家 他思考的是 人类怎么办 人类怎么才能延续下去 做持续性发展 天地人神之中 人怎么能够使自己发展 怎么能使自己存活 汤英比最后归结的是一个人的理 良心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历史学家 英国学者汤英比的一些思想 汤英比啊 他是生于1889年 他死于1975年 他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申平写过很多书啊 他在1922年起就先后资交于 自交于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等著名的学府 并首度担任政府的国际问题专家 他的著作最重要的就是历史研究 还有一部著作很著名 就是《人类与大地》 他还进行过很多宗教学的研究 中国出版部会 一部他的论文集叫做《一个历史学家关于宗教的思考》 他是专门研究文化史的 他从文化史的研究中得出很多奇怪的结论 或者多重要的结论 这些结论到最后归结为对人类的一种劝戒 尤其到了他晚年写《人类与大地》这本书的时候 他觉得我自己一辈子研究 我学问干什么呢 我即将走了 我在走之前我有一个使命感 我要写一本 可以概观论定的书 我要对整个人类提出一些 作为历史学家的忠告 人类啊 你必须按照我的建议去做 否则你就要毁灭 这就是苍英比在他的人类与大地里面提出 向人类提出警告 我们还具体来说吧 那个在苍英比呢 他既然是研究文化与文明的 那么在他的历史研究这本书里呢 他就企图把一切的时代 国家民族宗教和文化 都包括在内来进行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人类的文明历史的 总体模式 做出某种概果和某种综合 所以他英比的研究的学问 应该说一种宏观的历史学 这种宏观的历史学 应该是一种总体历史学 它包括的不仅是一些具体的事件 还包括民族 习性 宗教 国民性 文化 宗教等等 那么这样一种研究呢 是以文明为单位的 以文明为单位呢 就是超越了国度 它把人类的历史呢 看成 主要是26个文明 它认为文明是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 其实就这一句话 都就是具有革命性的 挺伟大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后现代主义者要历史碎话 不要去研究大问题 研究小问题 研究个村庄 研究个人 他英比不是这么看 同样深处20世纪 他英比却认为文明 是历史研究的最小阶段 文明是什么 无非是一个人群 一个人群怎么可以叫做文明呢 但是只要一个文明 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有自己的文化表象 有自己完善的独特的自主 它就可以被单独成为一个文明 假如这个文明是发展正确的 它会从小发展到大 假如一个文明 庞大的文明 假如它是走向错误的道路 它也会崩溃 以后也会瓦解 罗马帝国够强大了 不是瓦解了吗 败产令帝国够强大了 不是瓦解了吗 能力历史发展 就是这么辩证的发展 假如你道路正确 会有效较大 假如你不对 会消失 所以这样一种 进不关的思考 使得沙云比 开始研究宏观历史学 文明既然是最小的单位 那么就是时间了 文明组成一个横向的图画 时间组成了一种纵向的图画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 一直是把历史看成分阶段的 古代 中世纪 近代 现代 但沙云比在研究文明的时候 他把文明看成平行发展的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时间概念 而是一个平行的概念 理由就是 人类的原始社会有几百万年 而人类有文字开始的文明社会 只有几千年 这个几千年的发展 或有先进或有落后 但几千年的发展 基本上 你只能看成他们是平行发展的 没法细分 哪个先进一点 哪个落后一点 因为他们的差异太小了 何况到了现代以后 历史已经不完全是 重向的发展模式 还会受到其他国家 其他民族的影响 这样一来 你更无法区分 哪中文化 哪中文明 现今落后 所以沙云比在时间的方面 就提出了一个时间的相对性 实际上从哲学上来看 都可以看成是同时代的 因此才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这就是你要解决一个时间的度量问题 否则你说 中国的一些思想 中国的一些文明 比方说罗马帝国 和中国的大汉皇朝 怎么可以比较呢 应该说没法比较 有年限差异 有文明特种不同 但是你从同时代来看 是可以比较的 因为它的差异不大 至多也是六天年之内 和几百万年原始社会之比 那你怎么比 所以呢 就是可以比较的 那么文明是怎么能够发展的呢 主要就是刺激和阴障 任何的情况都是一种刺激 挑战 挑战的压力太大 容易把一个文明毁灭 挑战的压力太小 不足以勾起一个文明对它进行反应 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 主要是和合适的阴障 和设度的阴障 和合适的挑战 设度的挑战 和合适的阴障 这样呢 使得一个文明 能够应付来自于环境的挑战 来自于社会的挑战 这样它就可能走向繁荣 反之 就会走向灭亡 特别要提倡的就是 这个度的问题 这度的挑战 不仅刺激它的对象 产生一次成功的阴障 而且呢 还刺激它 继续起更大的力量 来应付金的挑战 从一次成功 走向另一次新的阴障 挑战和阴障的理论 就是这么来解释历史的 汤英比还把人类的历史 看成四个阶段的发展 他说主要是研究个文明 任何文明啊 它都有起源 生长 衰落 解体 这四个部分 也可以用季节来表现 春天了 一切都蓬勃伸展起来了 然后就到了夏天 更加旺盛的伸展 然后到了那个 衰落阶段 也就是秋天 秋天即使可以说是衰落了 又是可以说结实了 收割了 冬天了 冬天就解体了 灭亡了 但是那些灭亡也不是真正的灭亡 它还有可能进行另一个春天 那么从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看到了 早期的唐云比 它是很充分的 很发展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今天要讲的全球化与文化当中的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讲人类问题 康德与唐云比的比较 我们刚才呢 已经介绍了 唐云比呢 在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想法 我们看到历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的想法 就是挑战与印象 这样一种想法呢 和古代的苏格拉底 到后来近代的那个康德 到现在的唐云比 那都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一种相承的地方在哪里呢 主要是一种征服的观念 把人的能力加强 以便应付各种规机 在苏格拉底那里 是培养一个合格的超人 在康德那里 是人在实现 人的天赋权力 天赋就是教人不难度 在唐云比那里 人就是为了应付危机而产生的 人的天职 就是不断地应付危机 战胜挑战 结果时机壮大 所以尽管述说的内容有所不同 但是这种历史观 是阴脉相承的 那么这样一种历史观 它会对西方的文明产生 什么影响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 这种历史观 到了现代社会以后 又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我们今天又为什么要把 唐云比的思想拿出来讲一讲 这就是说 唐云比在他的后期 产生了与他以前完全不同的思想 因此我们要讲唐云比 那么先来 讲一下 这种英雄主义的思想 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种问题 说的古老一点 叫做英雄主义 说的现代一点 叫做唯一之论 在希腊时代 产生过很多很多的英雄 重要的有 阿加蒙隆 阿基里斯 还有想出穆玛记的 那个阿德修斯 这些英雄很英勇 很智慧 很超能 但是结局都不好 不幸福 这种唯一之论 造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些特点 底座还不稳 却向极限发展 一个制度还没建立起来 就要把它解构 求心求意 成了永恒的追求 要把人放到生命的 那个极限中间 去体验 要把自己放在刀缝上 临界状态 去发展你生命的潜能 这样一种东西 用在文明观上 一个文明就要极限地扩张 这样就形成了 西方人对文明的态度 叫做征服 对天地人神 都采取征服 西方人用 中国人用木头造房子 你就看到成都草堂 杜朴的成都草堂 中国的国画 把人画得那么的小 但是人却在一个 浩妙的宇宙之间 在天地人神之间 人和天 是感应的 是天能合一的 是和谐的 西方人用石头造房子 好好的一个山坡 很美的自然景观 造个城堡 产生着征服感 把景致全破坏了 为什么 征服 整部 整部英雄主义的 利子观 就是征服的历史 像极限冲击的历史 这样一种发展 就会造成 希腊的 悲剧命运 比如说 希腊吧 这么有文化的 一个社会 不久就毁灭了 亚利桑大 够强盛的吧 搞了东征 建立了庞大的 亚利桑大帝国 在他死后 马上就瓦解 查理曼大帝 很伟大吧 建立了查理曼帝国 死了以后 也就瓦解了 西方的这种文明 靠英雄主义 建立了文明 没有内部凝聚力 无法得到永恒 罗马帝国算得到 西方的一个 伟大的罗马的光荣了吧 最后解体了 征服它的是一些 文化经济 不发达的热曼民族 叫做满族 经典作家说 满族诸如欧洲历史 的是它的野蛮性 中世纪的 那样一种极限冲击 造就的都是一些 征服性的英雄 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 亚历山的东征 阿加盟隆 阿基里斯 政治人物有 拿破仑克伦韦尔 这样一种人 一方面是应付了挑战 一方面是建立了 新的不和谐 所以西方的文化 仅仅靠 这样一种英雄的一面 是维持不下去的 征服性的英雄 超人的英雄 都是活不下去的 为了扩张 为了贪婪 就把资本主义啊 从理性的资本主义 转变成了任性的资本主 结果引发了战争 引发了冲突 引发了全球的不安稳 造成了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 甚至是强势文明 对弱势文明的侵略 这样一种情况 就使人想到 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种 纯粹靠征服起家的西方文明 底座不大 内涵不大 却想极限冲击 征服世界 动不动就建立一个大英帝国 动不动建立一个 亚历山大帝国 动不动就想把自己思想的那一套 扩张到全世界去 既然有那么多的失败经验 难道不反省吗 所以我们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 一定还要发现 它这样一种历史里面 有另外一种元素 假如西方文明的发展 缺乏那样一种元素 那西方的发展肯定不如限制 那种元素叫做整合 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 有过好几次大的整合 罗马时代 有过基督教 对于罗马底国的 强权政治的整合 罗马宣传强硬 基督教宣传强硬 基督教宣传人是有罪的 罗马强调的是国家 基督教强调的是天国 罗马人是一种满勇的胜利 基督教要求人是谦和 在罗马社会是个等级社会 强者对弱者进行奴役 基督教强调的是 罗马者的胜利 中世纪也是这样 中世纪也有这样同样的问题存在 基督教就成了安无人的心灵的一种 所以我们说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 它更是一种整合的力量 它把整个中世纪的欧洲 从个人 民族 国家 个人 国家 家庭 当中解放出来 基督教实际上是欧洲文化的一条松山的纽带 连接了个人 家庭 国家 这是一种整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